Sony芯片名嘴出任务跟金正恩玩笑开大了 被北韩国家级的駭客入侵电脑系统 现在电脑不能上映 损失大了 折合台币上百亿 再加上讲大明星坏话的内部邮件曝光 造成好莱坞明星不愿跟Sony合作 损失无法估计 而Sony成为美国企业史上 成为駭客攻击损失最惨重的受害者 跟索尼电影公司被駭客疯狂攻击后 名嘴出任务 这部电影可能永无见天之日 顾不得面子丢很大 Sony只想赶快从駭客危机抽身 因为烧掉的电影成本八千万美金 还有取消首映宣传 以及内部员工控告的诉讼费用 估计损失已达两亿美金 再加上原本预估票房1.2亿美元 金额恐逼近台币上百亿 而且駭客已经放话 如果Sony再不乖乖听话 还要加码恶搞年度大骗007 也让索尼不得不投降 其实美国企业成为駭客围攻苦主 不是第一次 国际知名赌场金沙 今年2月疑似遭到伊朗駭客攻击 但是缺乏直接证据 赌场甚至好几个星期 无法接受线上订防 大企业网路实用分子越复杂 駭客入侵越容易 事实上很多国际都市早已提高警觉 东京出现专门防范网路 骇客攻击的公司 顾若金汤的办公室 俨然就是一个战略总部 这场严重摧毁 索尼核心事业的骇客攻击 创下国际企业 向骇客恶意攻击屈服的先例 巨额损失史上第一 产培教训也让各大企业 不得不重新检视 网路安全人人自为